业绩股,海多水纳1914,去年就赚了5% 末期息是2.38元 每个上升就影响了成本也有一成七的增长 这个朋友是42.6买入的 他说上网多少钱要止蚀呢?J来的 小心点,因为其实水纳股我自己本身觉得OK 但为什么都说OK又小心点,为什么我都说了 因为原因是OK的方面,我觉得内房或者内地未来一年 都有很多推动基建的整体需求 水泥价格不会大塌,不会有个产能过剩的状况 但是不OK的状况就是刚刚你这么说 业绩上已经显示第四季的煤炭价格有一定的影响 而说着煤炭价格今年来说不会跌很多 虽然内地会用尽一切方法压低煤炭价格 但是全球面对着能源放,动力煤的价格上 你都不会特别地低的 所以说面对着很多燃料成本 其实是会有一定的压力在 所以水泥行业就是说是一些什么行业 就是我们说的一些叫高耗能行业 今年我们说可以做一些长线部署 但是说一些高耗能的行业上面 就会面对着一些很大的风险在 所以海螺水泥你就会看到 股息率明明有七厘多左右 但是股价都升不到上去 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样 未必能够长期维持到那个派息状况 他也都说在派息上面不是有些很进取 很aggressive的派息策略在 其实你看到这段时间有些什么股份 在派息之后可以升得比较多 多数个派息比率都是说是非常之有惊喜 比以往来说高出很多 那些才是说股价有个爆性状况 这辆有些什么 比如中移动 或者今天的10800中国神话这些 派息比中国神话有100% 那当然重回上去 但是问题就是你冲完上去才追 现在24元你去追10800 短线的风险就会很大的 所以你同样地如果你914持住一段时间 这些位置我觉得就定一个止洩位 可能说大约是近期你看到 最后那些大阳烛低位 看图上面我看大约是37.5这些水平 如果今天收市真的失手 还是阴烛是向下突破 甚至站不稳10天线38元这些位置的话 想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做中长线保余 那短线就会比较懒挨的 那甚至是走了去再找机会去买 或者买其他板块上面都是可以的 那水泥股我觉得914已经算是比较好的 但是问题就是面对着高耗能的问题 那些水泥股都很难完全说 大幅跑出那样 所以你在说就 小心一点 希望收市站在38元楼上 但是站不稳的时候 都可以考虑做一些换马保处 或者如果你持货不重的话 那就由它了 继续放在这里收下息这样算 支持明镜与点点核心 港广你对着 对着